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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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近來相機消息 相機消息幾多 除了剛剛推出的Nikon D6 之外 剛剛宣佈了 開發的Canon R5之外 有些遙傳 近來 會遙傳一部R5 之後有R6 大家都在追 會不會有Canon M系列 會不會有M5 M2 之類之類的都很熱鬧 但實在一點 都說了一會 FUJIFILM將會有一部XT4 應該很快出來 FUJIFILM 五時間 最新的消息 FUJIFILM XT4 FUJIFILM 應該將會在2月26日 即是距離現在 一個星期左右 就會宣佈推出 FUJIFILM這段時間 相當相當密 較早時 我們已經有X100V 另外有XT200 Anyway 就相當 積極的出機出得 這部XT4 大家可以在我螢幕看到這部 相機 在網上 大約在大半天前 流出了 X-T4的 算不算是疊照 也算了 這些不是官方的相片 有人拿到實際機 拍照 公主同好 所以徹底 在外貌上 看起來 跟XT3 近乎相同 首先 它有相同的手柄 早前 遙傳的手柄會比較大 結果不是一樣的 這裡的轉盤 就是同一個位置 很明顯 這個 輔助對焦燈 大了一點 當然最不一樣的 就是XT4 這個字 表面看起來 是一模一樣的 假如在機背看的話 不同的地方 就是上一代的XT4 Sorry 上一代的XT3 就是反螢幕 即是垂直 反螢幕 這一代 用了一個自由的 反出外面 在一個比較自由的角度 這個設計是相當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可以反到多角度去做一個 不同的角度拍攝 我喜歡這個比較多的 另外 我們看上去 後面的製位 和XT3 AE 大致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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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明顯不同了呢 我發覺的 制位雖然相同 不過有少少調動了 例如 以前的Q的制 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下面的 現在Q和AE 對調了 以前 AFON和AE lock 在機背轉盤的兩邊 現在 把AElock搬到下面 和Q制對調了 另外 我留意到 在機頂 肩部 另一邊 這個按鈕 是多了HDR 即是很容易 設定到HDR的設定 看上去 這裏是差不多的 不過 我在另一個位置 例如在Fuji Roma 把照片拋出來 看到它的電池不同了 這裏是Nikon Roma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電池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資料 XT4用的電池量 和XT3比較 大致上是雙倍的 即是電量是雙倍的 假如用普拉數計 它的續航力 應該可以雙倍的 家裡的電池也看到 這個樣子 跟Nikon的電池差不多 差不多 接近是這個設計 我喜歡這個設計 比較多 這個設計 是一個 四四方方的 左右 怎樣調 都是一個長方形 很容易有機會 在忙中有錯 進入電池的時候 就反轉了 很煩 但如果用了這個 一粒 好像兩個拱形在頂上 你就不會搞錯方向 這是對於攝影師 快速換電的話 是一個很快趣的方法 一拉起手就完成了 跟大家跟一根 他們現在漏出的 一些 SPEC 根據Fujivomus 就說過 這部新機 將會和XT3相同的 Sensor 都是2600萬像素 坦白說 如果APS-C相機 如果用再高一點 像素的話 在高 ISO 是有些不利的 雖然我明白到 Canon M6 Mark II 用到超過3000萬像素 但我覺得 如果維持在2400萬像素 這部2600萬像素 畫質應該是 在高 ISO 應該是有利一點 這部機 將會用 雙SD卡槽 轉盤 新設計 我看上去就不可能說 新設計 這些掣位 有些 形狀的位置 是相同的 但只是功能上 會調動了 最明顯的各方面 就是反螢幕 反螢幕不同了 這部機 根據消息說 Buffer 大很多 暫存量大很多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這部機 將會是 拍照的連拍 應該是提升了 而是 做到它 需要有更加大的Buffer 可以應對一些 更加高速的拍攝 這個就是估計 等它正式公佈 澄清了 這部機 XT4 不會有6K拍攝 曾經遙傳過它有6K 這部機 都是拍片的話 都是最高到4K 不會有6K 比較驚喜的就是先流說了 那部電池是 2350mAh 比上一代的電池 比HTV的電池 差不多雙倍了 希望價錢不會雙倍 那 電池外形 就像Nikon的EN EL15B 我不知道會不會同一塊電 OK 外形上 X-T4 根據Fujiwoma 說 X-T4 外形 跟Fujifilm X-T3 相同 手柄一切相同 剛才看相片 看了 所以 表面上 你看到的分別是不大的 即是說 表面大致相同 但實際上 內類是提升了 這部機 完全提升了 那些制位都是輕微的調動 看上去差不多 但制位調動了 那 就 在 機肩的左邊 不是手柄那邊 在頂部 就多了HDR 還有 Vidoo 和Steel 就在那裡調 那 OK 這部機 根據資料說 這部機 將會有IBIS 這真的是新喜訊 富士由於做了 這部機 放到IBIS 的話 它的競爭力將會大很多 無論拍照也好 拍片也好 它將會是一個喜訊 來的 那這部機 的資料 將會在 2月26日公佈 2月26日公佈 距離現在 我出片的話 約一個禮拜左右 所以 正式詳細的話 每一個禮拜之後 就會公佈 給大家知道 那你對這部機 有什麼期待呢 你是否等著這部機 留言 和我講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 如果你拿著HTV 你會不會 馬上放到HTV 來轉這部 XT4 我覺得這部機 相當吸引 反而未必是 富士 XT3的朋友 去升級 反而吸引到 和其他品牌 的朋友 假如你希望一部機 又能夠拍片 和拍照得真 那這次這部 XT4 由於加了IBIS 即是機身的防震 將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競爭力 好嗎?當年一詳細都是看價錢 2月26日公佈 按照過去庫治香港的規矩 價錢未必會吸引到大家 但是他們的價錢調整是有機會 那些朋友都說 等XT4出來買XT3 你們是不是這樣呢? OK,留言說一下,好嗎? 這段影片就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可以給個like 另外分享給你喜歡視頻的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符號,選全部 我每次出新片的話 你會得到最快的通知 畫面上有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在那裏可以問視頻問題 簡單的話我會用文字回答你們 複雜的話,如果值得討論的話 我會拍片和大家說,好嗎? OK,分享到此為止 盡快剪片給大家 OK,拜拜 這次回到最難的地方 我們有全部的看法 今天我們會選擇 好嗎? 我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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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